李鸿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农村,这个远离都市的山窝窝里,只有一百多户人口,亲戚祖辈们很少有走出大山的,他们一辈子都生活在这。 李鸿由于不甘心当一辈子面朝黄土被朝天的农民,19岁那年一个人只身离开大山,来到华登璀璨的深圳打工,虽说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,但是凭借他勤劳的双手和聪慧的头脑。 六年后,就在深圳买了一套房子,27岁那年,他遇到了一个漂亮的深圳本地女孩王心,两个人情投一合,不久就组建了家庭。 一年后,妻子王心生下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儿子,孩子出生没多久,王心就患上了产后抑郁症,一次出门买东西不小心摔了一跤导致小腿骨折。 由于李红工作帮忙,又经常出差照顾不到他,李红就说找个保姆吧,可是城里的保姆价格很高,谈了几个都没有找到合适的,王心父母亲身体又不好,李红就说干脆从老家请个人来照顾他,除了包吃住外,还很便宜。 只要城里保姆工资三分之一就好了,王心听了新人同意,几天后李红带着一个保姆回来了,是一个20岁左右的漂亮小姑娘,身材高调,穿着却很朴实。 丈夫说,保姆是老家的一个远房亲戚,以后家里所有的事,尽管叫他做就好,小保姆虽然十字少,但是手脚心怀,学习能力很强,没几天就把家里收拾得紧紧有条。 对患抑郁症的王心更是呵护被制,经过一个月的接触和观察,王心对他很深满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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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